上一次我們走舊蘇花的時候 因為下雨的關係 所以沒有辦法好好享受到 這個舊蘇花的風景 不過今天天氣不錯 所以我選擇在早上的六點 我要來一趟晨跑 陪著我的人就是這台2023年式的MX-5 好啦那我們就話不多說 趕快來享受這個美好的早晨吧 好那在我們正式開始跑舊蘇花之前呢 先來回顧一下MX-5它的車身尺寸 其實ND這個世代進來到現在 它其實也沒有做過太大的改變 主要就是車長是在3915mm 然後軸距是2310mm 那動力的部分它搭載的是2.0 Skyactiv-G的引擎 然後有六速手排的選項 以及六速自排的選項 那最大馬力呢184匹 扭力有20.9公斤米 就這個2.0的動力表現來看的話 其實它的輸出是還蠻高的 因為你如果是馬三的話 其實也沒到184匹嘛 而且更重要的事情是 它的車重只有1066公斤 那當然也是因為它是一部 雙門後驅敞篷跑車 那既然講到敞篷 我們怎麼能夠忘記把篷打開呢 手動篷 搞定 2023年是MX-5呢 它有什麼樣的改變呢 主要呢就是增加了這個新的車色 它叫做流光晶 這個顏色搭配了紅色車頂 其實還蠻好看的 那另外就是這個皮椅的部分呢 它用的是叫做刺桃紅 他們很喜歡取一些 對很饒舌的名字 好那其實在這一部 2023年式的這個MX-5上面呢 它還有一個更重要的東西 就是它加入了一個新的系統 就是Kinematic Posture Control 簡稱KPC 你可以把它想像成這個前驅版的GVC的這套系統 不過這個KPC呢 它主要啊 就只是針對這個煞車 後輪的煞車 做一點點小小的自動 然後利用這樣的自動呢 來增加你在過彎時候的穩定度 老實講我覺得這個很懸吶 因為它從頭到尾 都沒有增加任何的機械結構 好那我解釋一下KPC這套系統怎麼運作好了 簡單來講就是它在你過彎的時候啊 你的G值超過0.3G的時候呢 它會利用彎內側的煞車 輕輕的幫你煞一下 點一下 而且那個力量非常的小 然後利用這樣子的動作 幫助你在過彎的時候可以更順暢 那也因為它做這個動作之後呢 你在轉彎的時候啊 你不需要太多的修正 所以呢 你的車身的側傾啊 這些東西相對你就會覺得說 好像開起來更加的穩定 這就是Mazda呢 在造車的理念上一直以來喔 好像也都沒有改變過的一個理念啊 他們想要做到人馬一體嘛 那其實早在MX-5出來的時候呢 它的這些動態啊 加上它車身輕巧的關係 所以它開起來一直都是非常的靈活好開 然後加入了KPC這套系統呢 也許對於比較硬派開法的駕駛者來說 它會覺得好像你還是需要去改一下懸吊 加一個拉桿啊 然後去增加你車身的剛性 會讓你的整個穩定度再更大幅的提升 可是如果你是一般純粹想要享受這種駕駛樂趣的消費者來講的話 其實啊 你甚至 就 只靠著這套系統的加入呢 你就可以很 放心的 去體驗這個駕駛 像我們現在來轉這個彎 其實它在 過彎的時候 因為這個車子很輕巧 然後軸距又很短的關係 所以 以這個 舊書花這一段啊 山路上面呢 你在每一個彎都能夠有非常好的信心去面對 那另外就是它的動力 因為它是 屬於比較高轉速的引擎啊 你可以到7500轉才斷油 所以你在 這個山路上面呢 尤其是這個蘇花這一段喔 因為它的彎呢 並沒有太多那種需要極減速的彎 變成 我可以從頭到尾 只用三檔開 就像現在我們剛剛已經開了這麼長一段路了 我其實 基本上呢 都沒有換過檔 我們只要用三檔 減速 然後加速 進彎前 再減速 就可以搞定一切了 所以 雖然說這台是手排的MS5啦 但是 跑這樣子 比較緩的 彎道的 這種山路來說的話 其實是非常舒服的耶 殺個車 然後進彎 我們稍微把距離帶大一點 其實可以感覺得到 它的這個車身的穩定真的是非常的棒 上一次喔 我們在試這個MS5的時候 其實感覺它的車身側傾是稍微比較大一點點 然後 那也是因為它的懸吊的設定關係 但 有了KPC 啊 是不是真的有這麼明顯的差異 老實講 過了很久了 你真的沒有太大的感覺 所以如果你今天 有機會喔 開到舊的 MX5 然後 再來去試試看這個新世代MX5 也許你可能會有比較深刻的感受 喔 但其實 車身的側傾啊 你在快速反應的時候 你還是感受得到啦 所以 我覺得KPC這套系統 它主要還是針對你在彎中喔 可能是那種高速的 長彎喔 不是那種 連續的彎道的時候 它會有一個比較明顯的作動感受 那 你像這樣子 我們一直 左來右去的時候呢 你可能還是會覺得 它的側傾是會比較偏明顯一些 但是呢 我們這樣子 跑下來呢 你會感覺到 它 真的就是黏在地上跑 很像開勾卡一樣 哇 太棒了 MX5這款車呢 它也蠻有趣的 就是它當初在設計的時候 Mazda他們對它的定位啦 就是一個讓你 可以真正 體驗駕馭樂趣感受的一款 車 讓你體會到什麼叫做人馬一體 所以它推出來到現在呢 基本上 也沒有太多的 所謂的安全配備的升級 但是 該有的都有 氣囊 循跡 甚至像車道偏移的警示 這些都有給你 然後 車子上面也有定速系統 雖然說 還沒有辦法出現 所謂的 ACC啊 那種Level 2等級的 這些 輔助系統 但是 以這樣的車款來說 我覺得 沒有這些系統呢 其實都是還好的 因為 你就是要專注在 開車 享受 這種 很機械式的 這種 回饋 就 就連我們現在開在路上 即便你今天關棚好了 車聲 傳來的聲音 車外 傳來的風切聲 車頂傳來的聲音 還有路面 給你的這些反饋 這都是非常非常真實 而直接的 如果你真的想要去想像 那個是什麼感覺 我覺得你可以去開開看卡丁車 那當然啦 它比卡丁車好開很多嘛 因為 它也有動力的輔助 然後再加上 它的 這個 引擎的 動力輸出 在4000轉的時候 就可以有20公斤米的扭力 配上 1000 出頭 的車重 1000公斤出頭的車重 這真的是讓它變得 非常非常的靈活 那其實呢 我們 也可以很明白的知道說 這台車子的設計的初衷 並不是讓你開快的 所以 以這台車子 我們剛剛在試的時候呢 我可以用 用盡整個 三檔的轉速域 然後呢 就能夠 跑完整段 梳滑 這個 讓你在開車的過程中呢 你可以很 輕鬆的應對每一個彎道 這是非常舒服的一件事情 那 對於 這種 像我比較少開 手排車的 駕駛者來說呢 你在這個樣子的一款 手排的 後驅車 你要能夠體驗到駕馭樂趣 這個也是非常難能可貴的地方 因為 大部分的 像這樣子的 手排車款 很多都是做的比較 運動化一點 比較 需要你有一個 更熟悉 手排的這種駕馭感受 你才有辦法把車子開到 真正享受到那個駕駛樂趣 那但是 以這部 MX5來說的話呢 我覺得 即便你今天是一個新手 開這個 手排 在路上跑 也是非常的舒服 非常的愜意 好啦 經過了一陣 歡愉的操駕之後 現在回到 這個 我在回程的路上了 那我們稍微 聊一聊 我對於這台車的感覺 首先 他的駕馭 真的是沒話說 你從 路面的回饋 然後 開了棚以後 對於 這種 環境的這個反饋 對 然後 再加上你在 駕駛的時候 因為他的轉速率 非常的廣 所以 你可以很輕鬆自在的 操作這一台 手排車 也因為這樣子的關係 所以讓你在開這台車的時候 你能更投入的 在 每一個 彎道之中 那其實對我來說呢 我會覺得這台車 他是一個 很適合這種 舒舒服服 的在山路中 或者是說 你在 冰海公路上面 然後開著棚 這樣駕馭的車款 所以 是不是真的有需要到 很硬派的操駕 擋擋斷油 我覺得這已經不是 他的重點 當然我相信 也是有一些 這個消費族群 他會想要 駕駛的這一台 MX-5 然後在山路中 用力的去攻略 但 以現在的這個 車子的定位 還有他的配置來說的話 我會覺得 今天如果你要很硬派的開車 輪胎的升級 是必要的 懸吊的升級 是必要的 那如果是像今天這樣子 我只是要一個舒舒服服的體驗 然後跟大自然 跟這樣子 環境有互動的話 你買了這台 MX-5 基本上 他就已經可以帶給你 這一些你想要 你嚮往的這種感受 好 那他有沒有缺點呢 其實還是有啦 那缺點來自於哪裡 很簡單 就是我們剛剛所有說的這一切 的相反 怎麼說呢 環境音 因為 你可以感受到環境音的關係 所以 如果你很在意車內安靜度的話 那這台車 基本上 你感受不到 他有什麼寧靜度可言 然後 空間 因為他是雙座車款 所以呢 你最多就只能載兩個人 你的後行李箱 你也沒有辦法 放入太大的 這個行李 所以 你要買這台車的時候呢 你 會需要好好的考慮就是 到底 你的使用的環境 跟你的需求是什麼 今天如果你是一個 單身人士 然後你 偶爾 就是出去玩一下 那 平常你在 這個都會使用 你不需要太大的車子 這個車款 當然就可以適合你 那當然 如果你是兩人世界 你要享受 可能是 這個 新婚夫妻 或者是你可能已經是 結婚一段時間了 你的小孩也長大了 你有 額外的 的時間 你們可以出去好好的再重溫一下 你們過 過往的一些情懷的時候 花一百多萬的價格 讓你重新體驗到這個 駕馭樂趣 以及享受到兩人世界 我覺得也是個蠻值得的選擇 好啦 今天的試駕就到這裡啦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 記得幫我們按讚 訂閱分享 並且開啟小鈴鐺 那如果你是 現任的車主 或者未來的車主 你有任何的想法 都歡迎在我們 這個影片底下留言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掰掰